大家好 今天是10月18日 星期二 港股又叫年升第三个交易日 但未去到17000点的水平 美期现在还升得很厉害 看看今晚能否维持这个升势 不过如果我没有记错 明天早上的时间 明天早上就会出这个业绩 我相信大家对科技股的业绩看法 其实也挺重视的 特别是因为这一段时间 你看到Lasdaq的表现很强劲 所以就看看Netflix的业绩 能否为科技股再注入一枝强心针 我只是信心一般 正如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我对科技股的行情 特别是美国那边 科技股的看法 我是有点保留的 但好像之前提及到 美股跌下去 反而是一个可以买的机会 所以就看看这一段时间 如果真的跌下去的话 我可能会不看公司的业绩 哪一间可能是好些 我也会再部署一下 不过这个部署可能是在下年 因为今年或年底之前的时间 我觉得市场仍然会很错 特别是因为现在 大家又开始关注 这个联储局 会不会十二月的时间 加息的时候 会加0.75厘 那 这个情况也比较值得关注 但我觉得应该不会 不过就看看 再看看如何演化下去 因为 我和大家可以更新一些事情 因为话说 经历过这一段时间的反弹之后 现在的道指 应该跌大概1.7%了 即是它跌到 好像1.6至1.7%了 因为原本有一根纸 寫下了 但我忘了拿进来 那纳指好像跌了三成多 31% 即是30% 就比较松一点 那 S&P也是跌20% 21%左右 但相比之下 港股这边 三个指数 恒生指数 国企指数 和科子的表现是差的 恒子好像跌了大概2.7% 年初至今 科子也跌了差不多4.1% 这也是差的 不过美股是有去一些强的地方 大家留意一下美股那边的业势状况 但是港股就正如之前提到的了 上得回17000点 之上 这样的情况 看看能不能上得回多少 那大家 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 看一看 明天 好像施政报告 看看 有没有相关的消息 港股 港股其实是这样 反而这些个股 就和大家 可以再谈多一点 那打头阵 当然是 说回 1138 哈哈 因为这一只 大家不要介意 因为 我想有些朋友 都可能 跟着我 跟着我买 那我都会 想中一些责任 和大家 有些新的消息 不断更新的消息 今天它的股价 曾经都上过去6.9毫多 但是很快就回落 为什么呢 因为A股那边的比较差 A股今天又是升不起 其实也有些奇怪 为什么呢 因为说 昨天的时候 原油总海价格指数 升了7.4% 那 已经是和上一次的高位 那时候还没再充高过上去 那时候是8.4% 那时候的水平 大概是1,700多点 其实不是差很多 差大概是100点 转一点 那 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 我想说 刚刚出了一个最新的数字 那 中国仲口原油价格指数 是一下 今天 就是今天的时间 是升了1.2% 上去 那就是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 那个运费格格 已经是 那个指数 是冲穿了 上一次的高位 所以 如果这样计算的话 就是上一次 它见高位 它见8.4% 那现在 就连7元都没有 所以 似乎 那个指数 爆升的出道 是远超过那个股价 那 我看看股价 有没有机会追得回 那 所以呢 我仍然坚持 我仍然 看好这一间公司 这一只股份 那 看看有没有机会 那个股价 明天的时间 最后追上去 那 那 那 不过没有这些股份 目标价 那些我都不定 即是既然它的价格 突然间 都还可以爆升上去的时候 那 又不怕拿着它 还有 就是有时是 那个 就是信心问题 就是当自己 研究了很多东西 又那样 研究了很久 那 没有理由 它那个运费格格 不弹 那当然 它弹上去 那 你说股价是否一定跟 这一两天 就不算是 特别是今天的时间 即是今天你见到 A的那一天不升 港的那一天不升 很少 但是既然 那个弹幅那么 那么夸张的时候 那 就看看 能不能升 但是总之 希望 我知道有些朋友 都好像七个岭华有货 那 看看有没有机会 可以 就是 大家都守得云开 见完美 这样的情况 那 2331 大家都是 有朋友问 2331 怎么看那件事 其实 那件事 我觉得没有很特别 因为 我想 有些朋友未必知道 就是 李宁 他有一些 新的衣服 一些 执行 拍了一些照片 他有一些 冬天衣 是绿色的 冬天衣 但是 又被一些内地的网民 觉得 那件衣服 就好像日本的军服 大家都知道 在这些情况之下 内地就会有很大的反应 所以就突然间 有很多的文章 或者有很多的批评 例如 你这个设计 甚至乎 因为他们本身有高管 是日本人 所以 又再拿下去 这件事 就是 那 我又没有了件衣服 其实 那件衣服 也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想象到 其实 有一些 叫大衣 我不是说大衣 那些厚的衣服 其实 你都没有一款式可言 都可以一件衣服 大大件 只不过 他在帽子 就有 好像两只翼 蓋着一只翼 就是两只布 蓋着一只翼 一只翼 它们就像日本的军服 我呢 就看很多 历史肌肉片 也看很多 一些战争的事情 但是实不相瞞 真的没有这么留意 这么仔细 没有留意到 究竟日本的军服 是否这样的模样 但是 我觉得这些小事而已 而且 你看到股价 今天都竟然一旦回来 今天 今早上的时间 李玲 安达 都拆得很厉害 也很厉害 但是 李玲最终收市 是倒升的 如果再晚些时间 都可以查一下 今天是否需要去买 还是沽 我可能 看一些投资者 看一些落地投资者 究竟取态如何 不过这件事 我又不觉得 对于股价 有很大的影响 而且 变相之下 就明白了 原来 原来 因为这件事 就是导致股价 昨天急跌的原因 我没有什么 我会觉得 只是小事而已 只是小事而已 但是 如果看一些 安达 安达今天 有什么厉害 安达今天 反而是第三转 安达股价 今天的表现真的 很差 那 为什么安达股价 安达 昨天有出货两个数字 有本身的品牌 有Filla 还有其他品牌的销售情况 第三转 我看 其实昨天拍这段影片之前 我都好像有看过 但我又不觉得 很特别 你可以说 这些数字 你会觉得 OK 你不会有很惊喜 但你又不会觉得很差 又不会觉得很异 所以看完我也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今早 看到他的估计 一开始的时候 就急插下去 我就在想 是不是有些东西 是否有些东西 甚至看漏了 再看很多报告 以及看一些行业 有一些类似说 他们的表现比较差 有些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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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大家担心 黄金周的一段时间 销情不好 就是这样 再看看情况 但这些办法 其实没有的 你也可以说 过多一阵 你意思是 迟些炒双十一 但工运节 可能有机会 又炒一阵 但短插就算 我看起来短插就算 这些股份 也不要太过 太过流暖 尤其是现在市场 我会觉得 很多股份 我之前跟大家 分享过的股份 其实长得还可以 至少由那时候 买到现在 那些股份 可能有些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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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价格很硬正 那些又不怕拿 但是 其他股份 我反而觉得 真的 未必是一个 要是买的时机 这样 那 最后 再说一下 3899 我见到朋友 问这个3899 跟大家 再说一下 这个股份 那 3899 即是中乘安税科 其实 这一段时间 甚至乎 由上星期中 开始 其实 这些储能 储电 这些股份 有比较多资金 留意着 那 大家都知道 我的妈妈衣服 那 这一段时间 比较少许 又叫做 颇位 价格 虽然这几天 差也好 它的股价表现 还可以 也出了很多羊竹 那 今天 到了7年7月 爆了上去 1年7月 就是 东方电器 爆了上去 今天升得夸张 升一成多 那么 中乘邦税科 相比之下 就静一点 就好像 没有太多表现 但是 内内的储能概念 和这些储电概念 可以说 继续炒 你看到 其实股价 表现 都是强的 这一批都是 就是 你的股价走势 都是 挺不错的 所以 如果你问我的话 那个 概念性 也好 甚至乎 部署也好 我觉得可以的 你问我的话 这些股份 我觉得是可以 可以 抠的 而且我经常都说 储能这些东西 我们一定会 加强来做 就是储能方面 因为储能 其实你也可以说 是大小所趋 一定是大小所趋 也不会不做 所以就变了 哇 什么事 这么夸张 大家看到一段报道 说 英国那边 即时交付的 批发天然气价格 下跌了 七成三 不知道什么情况 下跌那么多 看看会不会有特别消息 因为都跌得很夸张 不知道是否打得错 还是怎样 那 但是 那些储能 储能 储能 我觉得未来的发展 所以如果 你本来说 中十安税货 其实也是我的 一种比较好的股份 值得去留意 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些股份 不介意就先拿着 我觉得行程 开始都是选择这些股板块 所以大家有货的 可以安心先拿着 有货的 等待位 可能东方电器 基本面不强 也都可以考虑一下 买一点 我觉得可以 不过一年七月我没有货 我正在等待机会 看看有没有机会 可以再买 那这样 暂时就这么多 大家 大家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再留言给我的 不论港股也好 美股也好 大家有些问题 都可以留言 那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